我們針對低頭這個部分,稍微跟大家補充一下 您看我剛剛的這些內容 我剛剛這些內容 有一些是文字是不是就直接貼出來了 如果說我這張圖片我剛有複製 可是現在在剪貼部裡面 我需要把它變成一個圖片檔案可不可以 我們如果是在簡報裡面我當然是貼上 Word裡面是直接貼上 可是我想要就變成單一個檔案 變成單一個檔案 那怎麼辦?按右鍵就好了 有沒有一個叫做匯入跟匯出 在這裡 我稍微拉上來一點 這個我先把它放到上面去 你看我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匯出 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匯出成一個什麼 圖片檔案在這裡 甚至 如果老師你這個內容或網頁 在一般教室現場 直接產生QR Code 在這邊 它可以直接產生一個QR Code 我覺得這個也還不錯 你看在這裡 給門產生馬上一個變成QR Code 反正現在你要禁止同學不用手機很難嘛 那我就乾脆我就讓你現場掃描 你直接進到我們課場的教材裡面來 這樣是在行動裝置上 我 不用 請 它 用打的 因為行動裝置用打的不方便 尤其QR Code 有時候很長 不是QR Code 就是網子有時候很長 你用掃描的 這麼大顆 掃不到的 你可以剛才靠近一點沒關係 這樣了解齁 所以 您可以像我剛剛那個 如果是在一般教室的話 您 剛剛那個 互動白板的部分 欸我就把它 把那個網子變成QR Code 就好了 同學都一起進去 只要它能夠連上網 這樣就可以 就是互動性又增加一些 這個是 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這個是 等於是 後面 最近新版本 它有增加幾個新功能 如果看到了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